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在今晚来到 辽宁安山奥体中心 乒乓球的赛场 今天晚上我们迎来了 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 乒乓球项目最后一个决赛日 今天晚上的时段带来的是 女子和男子单打的决赛 女子单打决赛由 山东籍的李小霞 对来自山东的另外一名 小将陈梦 那么男子单打呢 是由夺冠大日门马龙 对17岁的新秀樊振东 今天啊 美丽的安山这座城市 就像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 全场我们看到 4500个座位 坐无虚席 今天呢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 还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和我们共同来欣赏 陪伴大家看比赛的是 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 也是 丁宁的教练 陈斌之道 和我一起来 解说评论这场比赛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 女子单打的决赛 令人没想到的是 19岁的山东级的小将陈梦 能够晋级 女子单打的决赛 陈梦呢 是 2011年世青赛 一举获得女团 女单 女双和混双的 四个冠军 成为了备受关注的 国际乒乓球的新星 2012年 继卡塔尔公开赛 首夺公开赛 女单冠军之后 陈梦又在苏州公开赛 女单决赛当中 立刻刘诗文 在2013年 他首次参加试拼赛 几身女单16强 在今年随后的 国际拼天职业巡回赛 苏州公开赛上 成功的 未免了女单的冠军 本届全员会上 可以说稳步上升的陈梦 有望在女单比赛当中 冲向最终的金牌 李小霞大家都知道 是大满贯得主 今天如果在 全员会的决赛场上 李小霞能够 拿到女单的冠军 将成为 中国女拼的全满贯 就是拿获了 所有大赛的 女子单打的冠军 包括奥运会 世锦赛世界杯 以及亚运会的比赛 陈导啊 你觉得今天 这场决赛 作为小将来讲 有没有可能性 去对李小霞产生一定的 冲击力 因为李小霞呢 现在可以说是 事业的一个巅峰时期 从整个前面的发挥 那么从技术上 可能 陈梦的 这个优势 也几乎没有 没有太多 您怎么认为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呢 是有看点的 应该说 李小霞呢 在目前的状态上 是一个达到一个 颠峰的状态 而陈梦呢 作为一个小将 他如果能够摆正心态 对高手的一种冲击的心态 去打这个比赛 可能能够看到 一些精彩的表现 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 无论是刘诗文 还是丁宁 陈梦与他们相比较而言 他的反手是很有特色的 就是一个呢 防守非常稳定 角度比较大 而且能够发力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相对刘诗文而言 可能反手的能力 还不如陈梦 另外陈梦还占据一点 前三百的旋转的优势 没错 但是从李小霞的 整体技术上来看 从昨天半决赛 对刘诗文的这个 比赛的状态来说 确实没有太多的技术漏洞 我们用八个字来形容 李小霞前面的发挥 就是出神 入化 引入无人之境 对 没想到就是说 和刘诗文的比赛 本来认为广东的刘诗文 能冲击一下 但是那场比赛 李小霞是完胜 几乎没得打 这场比赛 是吧 那么陈梦呢 在第一轮是4比2 战胜了山西的李小丹 第二轮战胜李小丹 第三轮战胜了江苏的刘斐 半决赛是4比3 战胜了辽宁的文家 晋级决赛 那么李小霞呢 在半决赛是4比0 战胜了刘诗文 四分之一是4比1 战胜了山西的 消息选手舞阳 我们来看一下 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 乒乓球项目 女子单打的决赛 第一局 这个陈梦啊 在前面我们看了一下 他打了三个4比3 从第三轮开始 第三第四第五轮 全部是4比3 我想今天啊 对他的体力啊 包括技术的这种透支 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那么在此之前呢 我也采访了前世界冠军山东 拼标球管理中心的主任乔云平 我说乔主任 您怎么看这场比赛 他说 李小霞呢 实际上在团体赛带领他们拿冠军 也像他的 大姐姐一样 关照陈梦和顾玉婷 但是到了单向之后 应该说从技术上 李小霞还是有绝对的优势 对 目前来说呢 通过前几次比赛 陈梦跟李小霞已经有过交手 世界紧標赛的时候 就已经有过交手 那个时候的感觉 陈梦下来 跟我也聊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就是李小霞强烈的旋转 使他觉得超过了自己的想象和能力 通过这半年的训练以后呢 在这个环节上 他得到了一些提升吧 我们看开局啊 现在陈梦是4比1顶线 这个球呢 是李小霞在拉的时候 这个球啊 不是太规则 可能会有一点潮湿 今天李小霞呢 又是在自己的家乡父老面前 他是安山人 九岁到的山东锦南 臣時达国移屡划 хорош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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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陈梦 最后要是能够战胜李小牙 真是抱了本次全球会最大的一个冷门 陈梦现在的技术呢 真的是跟主力队员来说 是有抗反能力的 所有的技术 所有的这些主力层的队员当中 当然他也算一个小的主力层 但是他的反手的能力 应该是超过了他们 所以从李小霞来说 面对这样一个新手的冲击 我觉得他应该要从各个方面 都做好一些困难的准备 陈梦的球呢 目前来说相似能力很强 虽然前三板不是很凶猛 但是他失伪也少 是的 前面乔云平教练也说了 就说陈梦的比赛呢 他一个是心里比较成熟 发挥稳定 他无位事无少 好球 他这个反手啊 很强势 陈梦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 他在比赛当中的发挥 有的时候超过了他的训练水平 而且他的心里非常稳定 就是说那种内心的那种霸气 比一般的队员要好 现在你看年轻的这一波队员的话 他们的球路上 从速度上来说 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那么今天如果陈梦想打开局面 是不是应该从这个速度上 能够去打穿李小霞 谢谢大家 这个球很轻 李小霞呢是 没有欺赏力 不太适应这个球 陈梦轻轻地把球 推了过去 反手加力 这个球漂亮 将陈梦11比5拿下第一局 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 全英会女子单打的决赛 提供高弹力反馈 TP9 就是速度 NBA官方市场合作伙伴 匹克 男人 不止一面 品格 始终如意 七皮狼品格难装 你能马上回来吗 OK 两分钟 人生 或是一次勇敢的探险 或是虚致光阴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红牛维生素功能一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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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看 第十二届全英会女单决赛的第二局 第一局是小将 19岁的陈梦先生 听到我觉得今天啊 一个很大的看点 就是小将陈梦 你看陈梦 上一届 十一届全英会 他几乎没上场 虽然参加了 但是锻炼的价值和意义都不太大 一直是坐板凳 那么这次作为一个主力 他还是有很强的责任在里面 那么今天能够冲到女单的决赛 之前呢又拿到了团体的冠军 我觉得这场球 关键看陈梦 这个19岁的小姑娘 她的心到底有多大 你只有这个心大 你有这个愿望和欲望 你如果碰到自己的师姐 你不敢赢 或者说你在心理上有障碍 有惧怕 或者不好意思 或者是这个技术上觉得 哎呀反正我输了 输了也很正常 应该的 赢的赚的 赢的不太可能 那么这比赛可能就 会出现一边倒 但如果陈梦是一个 很有志向 很大气 心很大 这样一种选手 对自己的要求又很高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 还是有一搏有一拼 您觉得呢 对应该说陈梦在这种 不服输 不怕输的这种精神镜头上 还是很好的 但是呢 他也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在比赛快胜的时候 他心理上会出现一些波动 在出手上会出现一些保守 等等这些吧 以往呢 他有一个习惯问题就是 你先三四分的时候 就突然就变得保守了 现在看来他的技术能力在成熟 他的球数在加快 发力更合理了 所以这种出球的质量高了以后 可能能弥补他心态 心态上的一些问题 现在开局呢 打成三平 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呢 李小霞没有太多的优势 陈梦的总体的这种战术思路是 应该是利用自己反手优势 来牵制着李小霞 通过自己反手的节奏变化 让李小霞感觉到球数的变化 今天比赛之前 我也给李小霞的教练李存之导 通过电话 我也问他 我说今天看看 有没有时间来评论这场比赛 李小霞说 我特别想安安静静地看这场决赛 我估计他也担心很多新人 有些冲击我们的主力大满贯 其实我觉得李小霞这种思路 我们教练都是这样的 优换意识比较强 对 不会去看这个球的结果 我们会很细致地去看一个比赛的过程 因为一次大的比赛完了以后 你会有一些思路 他的下一阶段怎么样去练 哪些地方需要去弥补的 越是到最高水平的时候 他的训练的细化更重要 没错 这球啊 前面我们看到 就是说李小霞呢 实际在相持 反手这个环节当中 他并不是很上风 很手动 所以呢 那么在这种球 要么你反手要打出你的强势 打出落点 变化 要么你正手的这般进攻 就是你要给正手创造机会 才能够占据主动 打出威胁 其实李小霞目前上来采用的战术呢 相对比较保守一点 可能他也是想试探一下 但是呢 这种节奏显然慢了一些 他必须在这种 快速的球 相持当中 要强势一些 从前三板开始就应该要发动 是 这样才能让陈梦在防御上 显得被动一些 目前来说呢 可能李小霞 他自己在 调整这种技术状态的时候 战术状态的时候 他可能是在慢慢地尝试着 哪一种战术更可靠 因为他也做好了困难的准备 因为也可能会打到第七局 嗯 是说前面李小霞 还没有打出他的强势 对 他的力量速度旋转 应该是在陈梦之上 对 但是并没有 很简单的体现出来 另外呢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往往 到了最重要的决赛 这个球啊 回合并不多 所以我们说最好看的 要说精彩的 四分之一最好看 对 或者是半决赛 对 那么有时候决赛的时候 个人的这种 队员的想法 心态会左右 他的一些场上的情况 球不一定说回合是最多 但是我觉得是 最有意义 最有价值的 拥有价值的 到最后 去看 走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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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9比7 李小霞在第二局领先两分 第一局是陈梦先生 是陈梦先生 第二局11比7 李小霞在决赛当中扳回了一局 双方呢在前两局就打成了1比1 稍时休息一下将继续为您带来 第12届全国运动会女子乒乓球单打的决赛 我喜欢和朋友在一起 我愿意跟伙伴在一起 我就想全家人在一起 武林宏光S在一起的幸福 全国2000家展厅欢迎您 柔软善变 清透软弹 贵人鸟全新泡泡科技 运动快乐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女单决赛的第三局 发球的是山东的小将 19岁的陈梦 陈志导 我觉得前两局可能也是相互之间在试探 对 整个回合并不是太多 就精彩的一些强势的连续性的球不多 对 可能在处理球上都小心谨慎 哎呀漂亮 陈梦充分体现了他反手技术的全面性 他有快拉 你看加旋转 然后有相持 还有弹机 那么这次全运会啊 可以说最大的亮点 男子有小将 解放军的17岁 17岁的樊振东 女子呢有陈梦 樊振东呢 单打也闯入了最终的决赛 将会和马龙来争夺男子单打的冠军 那么今天的女单决赛 我们感觉到现在从技术上来讲 李小霞并没有那么流畅 或者技术的先进性上 还没有体现的那么的有优势和领先 不像前面和刘诗文啊 或者和其他选手打的就是特别流畅 这就是陈梦 朱宇玲和丁宁 刘诗文的差别 从整个比赛的情况来看 陈梦的三五版的衔接 一三版的衔接和二四版的衔接都非常好 就是说他可以利用这种优势来加强一些控制 比如说利用下旋球 对手即使先主动进攻以后 然后他的防御会借着这种旋转飘过去 这是李小霞觉得比较别扭的地方 哎呀 这个球 今天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惊喜 就是你看陈梦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到目前来讲 可以说对李小霞他没有那种恐惧 在场上不卑不亢 对 能够该发力该相识的显得很有章法 并没有显得这个一个小将的稚嫩 或者是对这场比赛的信心不足 截至到目前我觉得陈梦都是在正常的发挥自己技术 这个球 李小霞这板如果陈梦真的能够扛住的话 打到后面 这个球陈梦应该说都不会很被动 上一局当中呢 李小霞以发陈梦正所谓的不转球为主 逼着陈梦不要戳去挑 而占据了前三板的主动 而这一局当中呢 陈梦就尽可能的能够戳过去摆过去 你看刚刚这个球也是挑过去 李小霞不太怕这样的球 李小霞比较怕你戳了以后 然后自己拉起来以后 对手的第十二板的防御 第四板的衔接 他这个球在球产生飘的时候 他的合力点会不好 合力点一旦合力点不好 他的发力就会受到影响 嗯 回摆 有 我觉得现在啊 就李小霞呢 还要打出一种空间感啊 这个空间感就是说 李小霞不一定说 我非跟你在进台拼看谁快啊 看谁转啊 我可以退出半步来 打出一个节奏 就让这个空间感让陈梦来思考啊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打出李小霞自己 能够掌控自己的一个局势 陈梦必须还要依赖于他的反手 反手优势 不要急于去加速度 而是要在稳定的基础上 再加速度 目前李小霞的发球就是死死的咬住陈梦的正是位的小球 陈梦这个地方的环节呢 嗯 有一定的提高 但是呢 嗯 在突然性上 还做得不够 这局李小霞呢 在 应该是2比4吧 对 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连得了6分 逐渐地 打出了自己的优势 但是这里面 我觉得陈梦也很 就是很 很彷徨 或者很纠结这里面 没有一个 特别有效的 技战术 来组 他主要解决一个正是位 接发球的问题 其实这个时候接发球 你胆量一定要大一点 就是出手要果断一点 这个决赛当中啊 就怕被对手抓住哪一个摆脱不了的环节 好像落了一个把柄似的 对 哎 始终是 摆脱不了 这个球 这个球 陈梦稍微有点小小的崩溃 就因为前面在 正短 这个环节上面处理的不好 现在打这种 强势的对攻球 前面他还能够 第一局第二局能够得分的 也出现失误 两十比五 李小霞顺利的拿下第三局 现在二十比一 在女单的拳运会上领先一局 稍后呢 将继续为您带来 对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加能相机的历史 始于75年前 众多的名机 呈现了人们的感动 如今 最新的EOS 70D诞生 传统与革新 激电出突破性的全像素双核 CMOS AF技术 开始新单反的新挑战 欢迎参加EOS 70D体验会 精彩促销同期进行 加能感动常载 精彩在握中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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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 在辽宁安山奥迹中心 进行的乒乓球 女子单打的决赛 第四局 好球 那么这次全运会的乒乓球比赛 一共进行了10天 今天是收官之战 也是最后一个决赛日 那么一共有7个项目 比赛是在刚刚落成的 安山奥迹中心体育馆进行 这个体育馆的造型独特 视野开阔 场地面积是2800平方米 拥有4500个观众席 可以说完全 能够满足乒乓球爱好者的 观众比赛的需求 我们还是请 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 陈斌指导 给我们点评一下第三局 从第三局的比赛来看 李小霞还是延续前面的战术 通过调到陈梦正所谓的短球 然后再打回反手 来占据整个比赛的优势 其实陈梦在这个环节上 我觉得自己给自己 还是有点压力 就是其实你正所谓的小球 你不必太慌张 因为毕竟李小霞第一板 充实你的可能性没有 对吧 基本上没有 基本上没有第一板 直接就能得分 第一板进攻就能得分 而陈梦这个时候 揭发球可以加一些谎接 黄摆 来使李小霞的进攻技术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陈梦在右方位的揭发球 过于单调 然后使李小霞能够以牵制正短 然后再打回反手这样一个战术 对对 陈梦刚才在第三局的开局的时候 到正所谓用反手领了一个球 得分了 说明陈梦这个小队员 他的变化能力还是很强的 尽管前两局已经知道 这个地方是一个漏洞了 他宁可用自己不常用的战术 反手领到正所谓来领了一个 起到一个战术变化 逼着李小霞在下一轮的发球的时候 又发了一个反手位 反手位陈梦又领了一个又得分了 所以这个队员还是一个比比赛经验 比较丰富的队员吧 是 好球 这种球就打的是最成功最完美的 就你能够打开落点 打通对手 而自己呢又能够有连贯性的 衔接性的这种进攻 其实陈梦的反手就是应该打出这个侧点的 他不是急于去抢着去发力 因为他的发力的这个这个能力 还是比他的这 相似能力要差一些 其实李小霞的发球很简单 就是一个很一般的 转与不转的一个发球 以不转的为主 因为陈梦的戳球很有特点 大家可能观众从他细小的动作当中 还看不出他的奥妙 这个球是挑的没有 没什么质量 对 不挑也不行 就李小霞就是发不转 等着你挑 挑了以后就牵制你 让你的步伐动起来 如果陈梦是站在那不动的话 他的手上感觉是非常好的 其实陈梦挑也没有关系 但是行程方的手相识的时候不要乱 你看李小霞现在高就高在他能够把落点打开 女运动员的落点意识往往不如男子的运动员 对啊 就是说总是在你胸前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但是你稍微角度打开哪怕一毫米 一厘米 你这种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我记得以前邓雅萍还有一些水平很高的运动员 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对落点意识 落点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就是我坚决打在 我想打在这个脚上也绝不偏差 就是指哪打哪摆摆中 要练到这种概念 所以到了比赛教练说你要打他中间 哎呀我就打能够打到中间 我打他反上大脚他就能够打出去 千万不要总打在这种 对方的胸前位 好的 其实这两个队员的落点意识都非常好 女队员往往落点比速度力量更重要 是 好球 加油 加油 你看通过李小霞的叫声你就能够感感受到这分有多么高 重要 对 副比7 第四局 李耀侠非常希望 这局能够扩大优势 一般都是这样的 3比1和2比2的差别太大 也是天壤之别 对 2比2这种心理压力 肯定会加大很多 来了 李耀侠这个状态又出来了 李耀侠总是做这个动作 抱身的 对 这种动作 他就希望他的摆速 他的那种状态 也要通过腰部的力量 通过这种摆速的速度 让自己的身体紧凑起来 这样他速度能启动更快一些 然后都把他给进了 对 杉 cared 还能吗 董蒙总 李耀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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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 佛 李耀侠总 他 叫 一 小 李耀侠总 启 你看昨天 这个樊振东这场比赛 和张继科包括这次的表现 你包括陈梦和李小霞 就是相比之下 在巴黎世平赛到现在半年时间不到 但是年轻运动员他这种进步 是飞速的 有明显的这种进步 我记得巴黎世平赛 樊振东和张继科也是0比4 没什么太大的悬念 这个球打得很有智慧 对 我们看到陈梦是突然 放慢了节奏退到了远台 使劲拔了一个高质量的胡拳球 到李小霞的底线 李小霞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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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哎呦 陳夢真的是夠棒的 堅持了這麼多把拿下的第四局 其實本來啊從內心上來講 認為這場比賽沒有什麼太多的懸念 覺得技術啊實力綜合能力 李小霞都要遠遠在陳夢之上 但是比賽打起來還真不是那麼回事 對 就你剛才說的半年夢進步很快 他的整個跑動的能力和正手的進攻能力 攻防轉換的這個能力都隨著年齡的長大 然後的訓練時間的更多以後 已經掌握得很好了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將繼續為您帶來雙方的第五局 讓我們一起雨天共舞 好 觀眾朋友們 我們接著來看 第十二屆全國運動會 乒乓球女子大大決賽第五局 前四局 雙方打成了二平 好 快點 justice 晃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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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之前会想过陈梦和李小霞能够打成2比2的局势吗 我会想到 因为相对而言我对陈梦比较了解 因为你以前是他主管教练 对对对我比较了解他 而且我看得到他这大半年来的进步很快 一个我觉得他有有得分点 所谓的得分点就是反手对反手的时候 他有他的优势 这是第一个 而且从女队员比赛的这种技术风格上来说 反手的优势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对防御上来说 无论是二四板的衔接 还是相识当中的防御上来说 他都不会被李小霞强大的攻势能够冲垮 冲不垮他 对 你看刚才上一局球的时候 9比10的时候 陈梦就已经是显在比较被动的那个局面上 他能拿下来这一分 那全运会从第一届开始 女子单打这个项目 我们看到 有黑龙江的焦志敏拿过第五届第六届全运会的女子单打冠军 邓雅平代表河南队 拿过第七届第八届全运会的冠军 王楠是九运会的冠军 第十届全运会和十一届全运会分别是来自北京的张一宁 获得了女子单打的冠军 那么第一届的女单呢 是代表 广东的 胡克明 获得了冠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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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局比赛在开局 李小霞率先发动 打开局面 现在比分是6比2 李小霞在第五局领先4分 陈梦这个球是强攻 强攻 我觉得承认到这种强攻 或者发动式的主动 带有搏杀性的进攻 如果陈梦 这个运动员特别有远见 有魄力的话 在开局如果有那么几个球 一下李小霞心里马上就揪起来了 你打到6比2你再搏 那是一种无奈的 拨杀 和之前的开局0比0的拨杀 是完全不同的 一般来说呢 陈梦不太运用这一个他的战术 发球以后车身攻 有的时候在自己很无奈的情况下 在自己很被动的情况下 他会用一两个这样的技术 刚才李小霞的激发球 让他是没有准备的 一般 有一些队员 他发长球以后 对手是接过来球比较高 他可以扣对手 而刚才李小霞接过来是带着 拉过来的球 所以他那个球是很很难拉到的 前面李小霞在场上的表现是 每赢一个球就特别激动 为自己加油 现在这段属于 闷头发财那种 一直在就是说使一种按劲 然后呢 希望落实到这种过程和内容当中去 这个球很巧妙 李小霞也不一定说非得猛冲啊猛杀啊 这种球是吧 也不一定 这比赛你对年轻选手 毕竟比他 小哥得七八岁吧 小霞是88年 陈梦是94 陈梦在这一局当中呢 一个是开局没打好 其实陈梦还是没有掌控到这个 击球的节奏感觉 他不可以 觉得是机会拼命去加质量 他加质量的时候实际上失误比较多 而李小霞呢 在这个环节上呢 失误比他少 这一局让很多观众有点失望 就是两人纠缠的 不是太激烈 李小霞开局就打开局面 也能理解陈梦运用战这种心态 运用战士的这种心态 因为他如果他慢了 他也很害怕李小霞的速度过快 导致他没有时间去回击球 他也很害怕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样11比7 李小霞顺利地拿下第五局 现在3比2 在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 女子单打决赛当中 3比2领先于 自己的小师妹 三山东级的陈梦 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 第六局的比赛 让勇敢充满自己 为前行 为明天 为胜利 狼牌特区 第十二届全院会精彩赛事 由中国联通精彩赛物 独家特约播出 哇 更快的网络速度 哇 更好的信号覆盖 哇 全球高速数据漫游 急速好网络 智能新生活 上网快就选哇 怕上火 更多人喝加多宝 中国 美卖十罐两茶 七罐加多宝 怕上火 喝加多宝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李小霞和陈梦的第六局比赛情况 好球 陈梦这个节奏是好的 要看看小将陈梦 还能不能给李小霞 继续带来威胁 和压力 这点很重要 因为第五局呢已经输掉了 陈市长 你觉得陈梦在第六局的比赛 开始 需要从哪方面做得更好 才能够 打到他自己的那种节奏和状态当中去 第一个 不要急于球成 尽管相持球的过程当中 李小霞他有大的发力 或者有加旋转 但是陈梦你要知道 你的防御能力也会 起到一个对抗的作用 大家现在就是比谁的无畏事物少 要能够病得住 对 要病得住 全员会的比赛呢一共有 乒乓球有七项 那么 分别的已经产生了五个冠军 男女团体是男子团体解放军 女子团体 混双是北京的马龙丁 取得了冠军 男子双打的是 解放军的小将 周宇和樊振东 获得了双打的男双冠军 女双呢是解放军的曹真 和木子获得冠军 解放军队呢这次是大丰收 获得了三块金牌 那么今天晚上呢 也是全员会乒乓球最后 决赛的日子 就是将产生男女打的冠军 其实呢我觉得今天啊 李小霞这场决赛 真的不同于他和其他的一些小将 在比赛 毕竟陈梦呢是他朝夕相处 共同奋战 特别是在全员会期间 这个女子团体 她就像是陈梦的一个大姐姐 每天在每场比赛当中 不停地提醒她 鼓励她 最终当然这个陈梦也很给力 所以越是这种走得很近身的 这种关系啊 在比赛场上越难把握 您觉得呢 对 一个呢也是知根知底吧 有些 技战术的环节上 可能陈梦对李小霞也比较了解 而且在这一年当中 李小霞对陈梦的帮助很大 因为是三冬队的嘛 他们经常交流一些 技战术的一些思路啊 一些战术套路啊 李小霞教了陈梦很多 我记得在我们世界锦标赛回来的总结会上 李小霞就很深地批评了陈梦 就说这么多年 你跟着我一块 从来都没有跟我使上劲 没想到今天终于使上劲了 赢来了女单的决赛 在团体赛当中陈梦也厉害了 看吧 当然了决赛他第一场赢武阳了嘛 跟山西完全是 半决赛第一场赢的是曹征 是都是赢得最强的一号 对 所以在这两场比赛以前呢 陈梦就说哎呀我现在的球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的球是怎么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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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两场比赛以前呢 我告诉他我说你记不记得咱们总结会上李小霞对你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嗯我希望能把这样的语言能够刺激到你的灵魂深处 这个球啊很关键啊因为前面呢李小霞呢他也是在进局当中有点没办法啊也是开局 比分就拉开了 那么他呢改变了方式啊就换了两个反手发球 陈梦有点不知所措 哦漂亮漂亮 这是这把反拉 这就是李小霞高 对 他是一个低弧线大家来看这弧线很低很转啊 但是他这个反拉整个动作啊特别的完美 这也是多年的积累 这也是多年的积累 所以现在就是陈梦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快赢想赢的时候自己这种心态出手的果断 现在李小霞和陈梦在第六局还差三分 李小霞 好球反手加厉 这个球真正打出了双方运动员在本场比赛当中可以说最实力的一面 现在总之啊就是说陈梦还是说实话不太怕他的球 不是很怕李小霞 因为他反手他能把得住位啊他能站得住啊 他能站得住 所以你看陈梦的戳球是很有特点的 很很侃一个是吧 他们能把他披死 他戳过来的球你这样看不出来 但你真正去拉这个球的时候 他戳球会有一个加速落台以后有个加速往下坠 现在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办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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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11比6 陈梦拿下了第六局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比3 19岁的小将陈梦 今天给大满贯得主 李小霞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力 稍后呢就要看 第七局 陈梦到底 在面对即将要 拿到冠军的时候 陈梦能不能 用一种平常的心态 正常的发挥 我们期待第七局 让勇敢充满自己 为前行 为明天 为胜利 狼牌特区 我拍运动 人人都是X-Men 特步 非一般的感觉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在良宁安山进行的 第12会乒乓球项目 女子单打决赛的第七局 决筑局 发球的是山东小将陈梦 我们请陈铭指导 给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第七局 从第七局来说 李小霞 他应该依靠自己的经验 和自己的这种 整体实力的一种坚定的信念 去打这个关键一局的比赛 而陈梦作为小将来说 他要有冲击力 其实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陈梦你能不能以一个 刚才杨颖说的那种稳定的心态 去处理球 而不能急于求成 其实我觉得第七局 陈梦真的希望非常大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陈梦一个是年轻 这次能够从头表现都很出色 第二点呢 就是说他面对他的师姐 面对他的大满贯得主 他没有什么很包袱啊 这个球输了 但是人人很难说 但是陈梦呢 这么多年 他打决赛的胜率很高很高 你看他拿过 全国所有青少年比赛的冠军 全国少年比赛冠军 全国青年比赛冠军 亚洲青年冠军 世界青年全部都是单打冠军 而且他在对手比较强势 就是他的时候 他都不怕 他都能赢 你想全国比赛那个时候 顾于婷跟他俩 对类比赛经常输给顾于婷 但是决赛的时候他能拿下 包括在世界青年比赛 他对朱宇宁比赛的时候 但是李小霞也非常棒 就是说特别是伦敦奥运会 完了以后 基本上所有的决赛 他都拿下了 所以这两个应该是顶尖高手的 从心理上来说 这两个的心理都非常强大 现在开局是二平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看谁的 心理上处理的更好 对 能够坦然积极 打细节 抓细节 要求的是你全身心投入了比赛的过程当中 而不是有些患得患失的思想 加力 好球 李小霞 李小霞还是很聪明 他现在打球我觉得从战术意识上比过去要好得很多 你看在第六局的时候 反手相识的时候 基本上是李小霞失分 而这一局球的时候李小霞已经开始在相识球当中主动变到陈梦的阵上 我认为你打准了这个时候 我认为你打球的层子 看到她在一个冰箱之后 并不打散时 想要让你打球的声音 我认为你打球的声音 我认为你打球的声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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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夢現在正腳上有點亂 加油 你覺得為什麼 你覺得就是在快贏想贏的時候 他會有一種 思想上會有一些波動 而且李小夏在戰術上 變了兩個陣手以後 他的反手也沒有 第六局站得那麼穩 所以這是李小夏的變化 那麼今天也是我們 第29個教師節 在這兒呢 我們也藉這個機會 祝福我們親愛的老師們節日快樂 同時呢也像在全國的 這種基層少體校崗位 包括工作的 老師們 至於節日的問候 我覺得運動員的成長 也離不開他們 從小的教育和培養 是他們一步一步 把這種有潛質的隊員 送往省市隊 直至到國家隊 也正是因為國球的金字塔塔底 底座堅固 這底座堅固才造就了 咱們中國乒乓球的幾十年的 輝煌 在這裡呢我們也再次 向老師們 至於節日的問候 好觀眾朋友們 在暫停之後我們接著 來看這場女子大打決賽的第七局 現在李小俠呢領先兩分 五比三 規定 來說 說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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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把暴力的反冲 我们能够听到迪小霞拍子上的声音 是一种很强力的撞击的声音 这个撞击的声音 一个是迪小霞敢于发力 他能够反拉的时候呢 不光有旋转 还有这种力量 陈志导 现在看来是迪小霞第七局 还是表现了他的那种霸气和气质啊 对 陈梦稍稍软了那么一点 其实从整体上来说 陈梦在处理球上还是偏保守了一些 因为调动了几个阵手 所以他在整体的衔接上变得慢了 朱雅霞高握拳头 朱雅霞高握拳头 离最终的第十二届全文运动会 女子单打的冠军 还剩下两分球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也为比赛带来了新意 对 有新的亮点 没错 观众的欣赏也有新的看点 也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创造更多的奇迹和惊喜 现在比赛到了第七局 李耀霞领先三分 9比6 好的 接着进锅 廖霞赛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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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佳 炸得逻辑 强11比6 李曉霞 大滿貫得主 在第十二屆全輪弄會上女子單打 這個項目當中 戰勝了 小將陳翁 获得了女子单打的冠军 但是今天这场决赛是曲折的 因为经历了整整七局 陈人导您给我们点评一下 最后的第七局 其实第七局比赛 就是李小霞打得更坚定 更有章法 或者说战术变化更多 而陈梦呢 由于在第七局的比赛过程当中 还是显得有些保守和压力 没有尽情地发挥出 自己的应有的这些水平 我觉得这个过程 对于陈梦来讲 表现的已经非常好 已经非常好 作为一个年轻的队员 没错 能够跟一个大满贯队员 进行这样强对抗 李小霞获得了女子单打冠军 实至名归 也拿到了个人拳运会的 第三块金牌 从2005年开始征价拳运会 经历了三届拳运会 达到了个人的 职业生涯的巅峰状态 那么我们从李小霞身上 也看到了一个运动员的 不气不垒 奔勇拼搏的精神 当然我觉得也离不开 他的主管教练 欧欣力学的培养 也就是李隼之导 今天也会非常的高兴 李小霞获得了最终的 女子单打冠军 观众朋友们 今天这场女单的决赛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是由陈碧和杨颖为您 在现场做评论的 观众朋友们 稍后呢 将会继续为您 带来男子单打的决赛 是由马龙 对17岁的解放军选手 樊枕东 我们稍后见 对17岁的解放军选手 在相关的委属业 有诞不 ca 颜颂三秋 对18岁的解放军选手 为您能有诞论的